民国爱情剧《还君明珠》是由台视于1986年筹拍,由杨佩佩制片《赖水清指导》、刘松仁、苏明明、唐娜、艾伟、沈梦生等众多演员亲情演绎,该剧于1987年在台视首播,剧情及诸多狗血元素于一身。 如今,距离该剧首播已经过去36年,剧中演员这些年的境况如何呢? 1.刘松仁 刘松仁出生于1949年,1971年考入香港立地议员训练班,毕业后加盟香港立地电视台,初期机会有限,合约到期后,他转投无线电视,早年在无线电视展露头角,出演了众多经典影视角色,如《陆小凤》系列电视剧中的陆小凤,以及《精华春梦》中的豪门二世祖金正熙, 《平宗霞影录》中的张丹峰等。 80年代末期,刘松仁前往台湾发展,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还君明珠》,在剧中饰演有情有义,善良端方的富家子弟秦天宝。 此外,他陆续在台湾拍摄了《八月桂花香》、《末代儿女情》等,其中《八月桂花香》引进内地后,使刘松仁获得更多关注。 接下来,刘松仁在TVB和亚视相继参与了《大时代》、《剑校江湖》、《倚天屠龙记》等热播剧。 近些年,随着内地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刘松仁还参演了《天下第一》、《东京审判》、《步步惊心》等多部影视剧,为更多内地年轻观众所熟知。 近年来,由于身体原因,刘松仁暂时没有在街拍影视剧,从近照来看,她的精神状态良好。 刘松仁和曾是空姐的苏家燕于1992年相识,感情迅速发展,童年级迅速结婚,婚后三十多年恩爱如初。 二、苏明明。苏明明,原名苏秀珠,出生于1960年于台湾, 十八岁时毕业于青年高中影剧科,随即踏入演艺事业。 在早年,她参演了《一个女工的故事》、《油麻菜子》等影片,凭借前者斩获巴拿马国际影展最佳女配角奖。 八十年代末,苏明明开始涉足电视剧领域,《环君明珠》是她的首部电视剧,塑造了家境中落的金明珠一角。 剧中,她扮演一位母亲是丫鬟出身的妾室,受尽家庭欺凌,却怀有大义凛然的圣母心。 最终,她与男主角成就了美好的家庭。 接着,苏明明陆续出演了《八月桂花香》中的《成香莲》,《陈圆圆》中的《陈圆圆》,《我爱美人鱼》中的《吕家大姐》、《吕少华》等角色, 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苏明明多次为导演《万人》出演影片,两人在合作中擦出了《火花》。 于1996年,两人喜结良缘,婚后苏明明逐渐淡出娱乐圈。 2005年,苏明明宣告复出,积极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主要以配角身份示人,偶尔也会在丈夫的电影中露面。 3.唐娜 唐娜,1966年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20岁时以一名唐娜发行首章专辑《告别林剑》,正式进入娱乐圈,演绎道路颇为顺利的唐娜,刚刚出道就获得机会,主演导演王宇的电影《闯将》,在剧中饰演同名女主角唐娜,同年,参演了电视剧《还君明珠》,在剧中饰演焦继花杨红, 身世凄惨的她秉持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信条,在被男主抛弃后,不择手段嫁给男主的哥哥,在家里搅风搅雨,害得其家破人亡。 东窗事发毁容后,自寻短见,被师太搭救,最终悔悟,唐娜将这个性格复杂,既可怜心酸,又心狠手辣的角色演绎的入幕三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唐娜在秦定少林寺,出演忽男忽女,苦练东方不败葵花宝典的唐朝宦官李府国,一人分饰男装的宦官李府国,女装的木仙子。 之后,参演了《爱在他乡》、《大医院小医师》、《人鱼朵朵》等影视剧,作品一直不多,近些年,逐渐淡出演艺圈。 2017年,51岁的唐娜嫁给商人薛志伟,两人举行盛大婚礼。 4.黄少奇 黄少奇身在演艺圈20载,先后涉足近50部影视作品,包括《飞龙在天》、《神机妙算流伯温》、《环君明珠》、《金大班》、《风云争霸》、《金玉满堂》、《鸳鸯佩》、《租借少年热血档案》等。 他以深厚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台式一歌》的美誉。 在2006年拍摄的《神机妙算流伯温》中,历史两年超过400集的演出,不仅深入人心地展现了他的国师形象,也创下了台湾台式古装剧的最高收视记录。 黄少奇作为资深演员,演绎了多部年代戏和武侠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他表演时的专注力十分强大,细路清晰,展现了阳刚魁梧的男性气质。 知晓他的人都了解他热衷于健身,常在剧组见戏借机锻炼身体,也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健身心得。 曾因其引人注目的八块腹肌在娱乐圈引起轰动,展现了他出色的身材保养。 尽管在娱乐圈长期活跃,游走于各大剧组,但黄少奇为人低调,之前参演的《信仰者》广受瞩目后,他转入低调状态,默默投入新的剧组工作。 5.李立群 说起他,网络上名声在外,近两年频繁登上热搜。 李立群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母亲是北京人,父亲是河南人。 建国初期移居台湾,在求学时期,他就踏入了演艺圈,涉足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饰演了数百个角色。 曾说相声,还担任过主持人。 1978年,他因出演《鸡人恋》而为观众所熟知。 1983年,在歌舞电影《搭错车》中饰演了雅叔的邻居阿满以及阿满的儿子。 虽然在剧中戏份不多,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他在娱乐圈确立了一席之地,并在观众心中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如《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春光灿烂珠八戒》、《大秦帝国》、《环君明珠》等。 在2022年春节晚会上,他表演了创意鹦鹉诗画《易江南》,并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奖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影展最佳男演员奖。 2022年5月,他宣布退休。 在疫情期间,他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个人生活的短视频,与网友和粉丝互动,备受尊重。 然而,7月份时,他离开上海回到了台湾。 在接受采访时,他毫不避讳地谈论了两岸问题,并表示如果打仗,要死守台湾。 这番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 后来,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被台湾媒体误导。 然后,他在各大平台连续发表爱国言论,才缓解了负面舆论。 尽管网友不再指责他,但他的声誉已经大不如前。 他一直居住在山上,从他分享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在台湾的住处非常简朴,房屋装修简陋,阳台也很狭窄,各种杂物摆放,与在上海的豪宅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在上海的豪宅是20年前购买的,如今市值已超过千万。 从他隔离期间晒出的豪宅内景来看,虽然装修简单,但面积非常大。 活动结束后,他再次接受了台湾媒体的采访,并表示已经退休,从今以后不再回大陆拍戏。 不过,如果台湾的朋友邀请,他表示仍会考虑参加。 最后他表示,在大陆生活时非常争气,并没有让台湾人丢脸。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当众说一套,背地里说一套,立场存在很大问题。 六,梁家仁。梁家仁,1949年,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早年涉足多部动作电影。 1982年,他迎来他的首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在剧中塑造了肖锋这一重情重义,武功高强的角色。 在八十年代中期,梁家仁曾短暂前往台湾发展,而《还君明珠》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该剧中,他扮演了土匪马骏,曾绑架女主角,却被女主的坚强和善良所打动,不仅放了他,还慷慨地送给他许多钱财。 最终,在与敌人对峙时,因女主的劝说与保证而释放人质,却遭到对手的出而反而致命袭击。 梁家仁在TVB拍戏期间结识了周星驰。 在九十年代初,他参演了多部周星驰的影片,包括《审死观》和《唐博虎点秋香》等。 他通过硬汉形象为搞笑元素注入了极大的笑点。 除了在影视剧中的演绎,梁家仁还在幕前幕后共同努力,成立了制作公司,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2012年,梁家仁再次参演了《天龙八部》,在中汉梁版本中扮演了肖锋的父亲肖远山。 近年来,梁家仁一直在内地发展,积极参演多部影视剧,为观众呈现了更多丰富的演艺作品。 7.雷鸣 雷鸣曾一度前往香港加入上市,与锦鸣、李颖、田峰等合作出演了《故都春梦》,被誉为香港演艺圈的。 台湾四大金刚 随后,雷鸣回到台湾,在中式电视剧《家有娇妻》中扮演福州老稀范,与刘姑姑刘明有着许多搞笑演出,从而走红。 1990年,在中式电视剧《不鼓鸟生生催》中,他出演一位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凭借该角色荣获第25届金钟奖最佳男演员,雷鸣热爱表演,甚至在1993年迎来七十大寿时依然选择在摄影棚中度过。 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雷鸣中风,身体状况欠佳,不再参与戏剧演出。 2001年1月22日,雷鸣在台北秀传医院因病离世,妻子,一儿一女以及孙子女都在他身边随世。 时光已是,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狗血剧演员也逐渐老去,唯一留下的是他们带给我们的经典和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